立委的声音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在办公室待了三个多小时 立委黄珊珊终于现身 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内逼宫 要她辞去立委负责 中平会明天也会做相关的讨论 知识真相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会近代调查结果 也会尊重党内的处理 民众党中平会16号上午将要开会研议 如何处分黄珊珊 李文宗跟端木正等人 然而黄珊珊身为时任 扛问者竞选总干事 只请其中央委员梅子立委 被批评远远不够 不管是李文宗讲的话 或是黄珊珊讲的话 我都非常不认同 你总干事黄珊珊 你就是CEO啊 一家公司的账怎么样处理 难道你一个CEO 完全都没有责任吗 其实总干事跟财务长 负一个很大的责任 地方常常会要去请款 没有三趟都请不到 请款过程繁琐 最终出了事却是一句 我不知 让民众党自家人都炸锅 除了批评财务长李文宗 也点名黄珊珊之所进退 黄珊珊词不辞 目前没答案 然而让人疑惑的 还有监察院15号公布 112年度政治现金申报资料 民进党收入 新台币1.15亿元 国民党1.52亿 民众党收入八千四百多万 但相照民进党 国民党政治现金 选务支出超过千万 民众党在选务费用支出竟然挂零 不只赵木怡云 还掀起党内纷争 过去客温哥心腹蔡壁炉 连日建址 后来入主党内核心的黄珊珊 两个女人的战争 会不会演变成蔡壁炉取代黄珊珊 回归党内要角 民众党的茶壶风暴 持续门烧 华视新闻 中国人 台北台中 撞不到